这小子应该等级蛮高的,起飞,看我这天上就把你杀了,这飞率也太高了,打不到他,他也飞了,可恶啊,别让我逮住你,逮住我亲手送你上天。 嗯,抄体对抗,这是什么模式呀,还能选职业的呀,一共有八个,兄弟们我玩的是不是和平精英啊,我们来个火箭小子吧,这个能空中飞行的呀,这每个职业都个兵种呀,有自己的技能,这是个辅助吧,爆破三位,炫彩机师,换一猎手,那今天我们就来潜玩一下火箭傻子吧, 啊,不是,火箭小子,还真可以飞越呀,飞,这么高啊,哇塞,这个兵种厉害了,说的吗,还有火箭飞行器呢,这个开挂有什么区别呀,下面有个人,炸,好似刺激还能解锁榴弹炮,这和平精英是越来越离谱了呀,这么高怎么能飞呀,哇塞,轻松上来,这下游戏里面要出现不少六儿子了,那我来先当这个六儿子,看看下面有没有人,来一个就死一个啊, 哎,这个人打上来了,哎哟,他怎么突然消失了,闪电侠着,哦,他应该是另一个兵种啊,哼,我让你闪,你给我去死,哎哟,什么鬼啊,他怎么没到啊,我还打了他几枪呢,这太不科学了吧,兄弟们,我还是蛮学下来的,小子给我等着啊,肯定在里面啊,我们先飞上天花板, 然后再来个天降正义,我要亲手逮了你,你不是挺能跑的吗你,得跑啊,再闪一个试试啊,闪下那飞机去吧你,这么多超体晶圆,我们已经升到六级了,成功解锁榴弹炮,那这下我不是无敌了吗,切换榴弹炮,有没有人过来给我轰一下啊,让我说一下这个威力如何,懒得宝贝,我炸死你,哎,好像威力也不咋地啊,不就又抢了,可恶啊,这个超体中砖的老八级,能加生命值 还有枪下伤害的呀,那就是等级越高,越牛逼啊,哦,前面的车啦,这辆车好像也是新代剧啊,悬浮汽车,兄弟们,给我冲,哎,这个人也是火箭傻子,我看他落落顶了,一枪,两枪,三枪,四枪,五枪,六枪,哎呦,这都不死啊,这小子应该等级蛮高的,起飞,看我这天上就被人杀了,哎,这飞的也太高了,打不到他啊,哎,他也飞了,可恶啊,别让我逮住你,得给我亲手送你上天,漂亮,这火箭傻子还真挺好用的啊,啥地方都能上去,哎,这 这路里有人,他冒伤没发现我啊,这是个大傻子啊,哎,气死我了,掉下来了,没关系,我再飞,这小傻子就在里面啊,有种你就别出来,你出来我就打死你,哎,怎么了,别想不开自雷啊,爸爸马上就来了,等着我啊,在下面呢,天降正义,你没了兄弟,漂亮,现在我们已经十二级了啊,这个生命值一百八,伤害值也是在蹭蹭上升啊,房子里有人啊,兄弟们, 准备战斗,先丢个雷,吓他们一下,哎,想偷袭我啊,这小子不想活了吗你啊,去死啊,拿出我的秘幻冲锋枪,兄弟别怕,我来救你了,旋转枪防,漂亮,哎呦,哎呀,这可恶的MG3啊,好了兄弟们,大家如果想玩这个模式的话,评论区扣个1,跑行小弟们玩,再点赞关注一下,我们下期见,拜拜